好的,我们继续 那么从上一讲当中呢 我们讲到了它的语法题型 分成了几种类型 比如说挑错,对吧 或者是句子改进 还有一些篇章 给你一个段落 然后呢,给六道题 然后六道题有差距 有让你删减 有的是改进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的是 ICT语法考试的一些原则 那么当你掌握这些原则之后 好,也就是说 你知道了ETS它背后的一种 出题的原则 那么做题就变成手道勤来 好的,我们来看 SAT考试到底考什么东西 对吧 那么它主要考两大原则 哪两大呢 第一个叫做correctness 叫做正确性 好,第二个叫做effectiveness 好,叫做有效性 好,什么叫做正确性呢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 正确性是这样来分布的 第一个 我们必须知道 它语法结构是否正确 好,那么主位是否一致 相信各位同学在高中 都学过这些知识吧 包括动词的实态 它的一种形态 也包括什么呢 代词指代的内容 好,也就是刚才 我们列的几个例子里面 好,单辅数指代 还有一种就是指代 不能指代错了 对吧 好,那么还有定义从句 再来,虚拟语气的考核 在托福里面呢 是基本上不会考到虚拟语气的 但是在ICT 它这一项就多了出来 好,也就是高中语法的一种延续 好,那么平行结构 并列结构 对吧 再来,比较结构 什么是比较结构呢 好,A比B相比 比如说 小明的学习成绩 比我们班上其他同学都要好 其实这句话是一个并句 应该是小明的学习成绩 比我们班上其他学习成绩 其他孩子的学习成绩都要好 这样才是完整的 对吧 好,那么这是比较结构 还有一些什么呢 点点点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 在语法的这个范围里面 有不同的定义 考名词啊 或者考动词都有 对吧 但这一些呢 我们给它做出一个定义 都是在什么呢 语法层次考核的 好,这个层次 就是从语法层我们给出一个定义 那么第二层次呢 叫做语意层次啊 考虑到的一个叫做有效性 什么是有效性呢 第一个 逻辑关系是否合理 我拿一个包子去打狗 狗 被砸晕了 还是包子被砸晕了 对吧 好,这是逻辑关系上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简洁性 好 the reason is because 它是违背简洁性的 那么在汉语当中 实际上一样的 比如说 虽然 好 我们都面对着很多的困难 但是 只要有 好 一些经历 一些解决方案 那么这些困难 都会变得 烟消云散 好 刚才所说的 大家可能关注的是内容上 但其实 虽然和但是 这就犯了冗余性的错误 好 要么留下 虽然怎么着 然后 后面逗号 要么就是 前半句 逗号 但是怎么样 好 所以 这才能改成一种 叫做简洁性 最后一个呢 终于原文 肉包子打狗 对吧 那么 原文是肉包子 你改成菜包子 就不行 好 所以 这是它的三个层次 就有效性的三个层次 我们给它定义 叫做什么呢 叫做语义层次 也就是说 第一个层次呢 是从语法层次来讲的 那么第二个层次呢 是从语义层次来讲的 语法考虑到的是 这个单词用的 对不对 这个 它的一种结构 好 代词指代 是否正确 好 它的一种比较关系啊 是否对应 但从语义层次呢 我们考虑最多的是 它的逻辑关系 是否是对应的 它的简洁性 是否匹配 好 那么简洁性原则啊 这一点比较容易解释 就是 如果你看到两个选项 在改进题的时候 看到两个选项 这两个选项 好像怎么说 都对 好 选择那个短的 就在语法上 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考虑它的语义层次 有没有问题 好 也就是说 比如说 BC两个选项 B选项更短一点 C选项长一点 好 那么 那么这两个选项 在语法上没有错误 那请选B选项 短的那一个 因为我们涉及到第二个 Effectiveness 它的一种原则 就是句子的简洁性原则 好的 那么我们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 什么叫做语法层次 什么叫做语义层次 我们看这句话 这句话呢 The handful of effects of smoking 对吧 Harmful effects of smoking 这是抽烟的不好的这个地方 是吗 害处 on the vascular system is increasing well documented 好 那么这是整个句话 我们先分析一下划线部分 它到底要考一些什么东西 这边呢 是is increasingly well documented 对吧 有没有问题呢 前面的这个地方呢 是the harmful effect 主语应该是一个附属 对吧 就是说 它的有害的 很多方面 好 对于呼吸道系统 vascular 然后发现它的考动词 对吧 它的动词是一种单数 所以 它的单数就出现了问题 那么我们必须要把它改成一个负数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几个选项 凡是有单数的选项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排除掉了 哪些选项有单数啊 好 那么我看 明显感觉到的 纵观这几个选项 不要每个选项 横着去读 先竖着去读 发现as as和最后一选项 has 对吧 我们把这三个选项去掉 再看一眼 第一个选项 as 第二个选项 as 最后选项 has 所以这三个选项 我们把它去掉 剩下两个c和d 对吧 这是从语法层次呢 我们知道 负数名词 它后面的微语动词呢 必须也是负数 好 那么剩下两个选项 我们看一下后半句 are increasingly well documented 那另外一个选项呢 are increasingly in better documentation 好 这么去看 好像这两个选项都对 对吧 那么我们就涉及到 从第二个层次 叫做从语义层次 好 进行判断 那么这两个选项都在语法上 没有太大问题的时候 从语义层次判断 怎么判断呢 好 哪个短 选哪个 好 那么这两个选项做比较 那当然 上面的一个选项 它更加的简约 对吧 这就是语义层次的 简洁性原则 可以判断出来 所以最后 我们留下的答案呢 是选c 好 所以我们刚才判断这道题呢 第一时间我们读一下 对吧 看到画现 哦 这是有单复书问题的 然后后面呢 没有太大问题 就看一下单复书 它的动词 有没有问题 然后纵观选项啊 就是说 竖着选项做对比 凡是单数的选项呢 我们给它排除 复书的选项留下 然后剩下再比较 两个复书的选项 它们之间的差异 比出来之后 我们再进行排除 从语法层次 再到语义层次上的一种判断 好的 这是这么一道题 这些节目的选项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